好 那么你知道这ORM之后啊 下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说 在我们这个里面呢 江湖里面 我们需要在这个里面去设计模型类啊 那么一个模型类到底要怎么进行设计 我们下面给大家说啊 怎么设计啊 就是在这个应用下面的model里面去设计这个模型类 比如说我就去定义 我刚刚定义的这个图书类啊 我们就在这里面去设计一个类叫做图书类啊 图书类 那么这个呢 首先它呢 其实就是一个python的类 直接呢 就是class定一个类 定一个类啊 比如说图书类呢 我介绍的book info啊 那么但是你要注意 这个类呢 你必须继承一个类之后 它才是模型类啊 继承谁 继承于这个models啊 这里面已经默认帮你导过来一个models模块了 在这个模块里面有个类 它叫做model啊 继承于models模块里面的model类 你只有在继承它之后 你才是一个模型类啊 图书 模型类 好 初心啊 定一个类 它只有在继承于它之后 它才是一个模型类 然后啊 上面呢 我们在这里面要设计这个类 让它和表对应起来啊 对应起来 怎么让它对应啊 其实呢 表里面 它有每一个表呢 它有它的一个字段 对吧 那么 怎么去对应这些字段呢 我们就需要在这个模型类里面 去定义模型类的类属性 你的类属性呢 就对应着表里面的字段啊 比如说 我们这里面图书呢 它有一个图书的名称 图书名称 我就可以在这里面定一个类属性啊 比如说我就到B Title 定这样一个类 然后呢 Btitle图书的名字 那我们说 我们在设计一个表的时候 那么图书的名字 它应该是不是有一个类型 对吧 这个类型是什么类型 是不是字符传 那么 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体现出来 这个Btitle 它是一个字符传 怎么体现啊 你通过这个models里面 有一个啊 叫它Chair Field啊 通过它来体现出来 它是一个字符传 然后 字符传呢 它还应该有一个 长度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要指定它的长度 怎么指定啊 它这里面有个参数 叫做Max Lens啊 你通过这个选项 你可以指定它的最大 长度 你比如说 我写一个 20 那么 这里面的这个作用呢 它就说明啊 这里面 我们这个Btitle呢 这一句的话啊 好 这个ChairField呢 注意啊 ChairField 说明是一个 字符传啊 说明 是一个 字符传 好 那么MaxLens呢 指定字符传的最大 长度啊 MaxLens 指定字符传啊 的最大长度 好 那么 然后呢 这里面前面的这个Btitle呢 我们就代表图书的 名称啊 图书的名称啊 这是ChairField啊 说明是字符传 MaxLens呢 指定它的最大长度 好 这就是我们定义的一个类属性啊 一会儿呢 它就会对应我们表里面的 哎 Btitle 哎 这个字段啊 然后再往下 我们说图书呢 我们刚刚呢 还写了一个图书的出版日期 图书的出版日期呢 我们这个属性 我们叫做BPupData啊 然后写上一个 哎 这个 BPupData BPupData啊 那么这个出版日期应该什么类型 是不是日期类型 对吧 在这里面 你要体现出来 它是一个日期类型啊 这里面 Model里面有一个 叫做Data Field啊 哎 通过它来 体现出来 它是一个日期的类型 那么 这里面呢 我们就说明 这里面呢 是一个图书的出版 哎 日期啊 出版日期 那么 哎 这个Data啊 Data Field啊 那么说明 是一个 日期 类型 啊 类期类型啊 好 说明是一个日期类型 OK 那么 当我们通过这里面 定义好之后呢 哎 我们现在呢 就定义了一个模型类 那么这个模型类呢 哎 它呢 就是哎 它呢 里面有两个类属性 一个呢 叫做BPupData啊 哎 我们刚刚说 我们是目的呢 让这个类呢 跟我们的数据库里面的表呢 进行一个对应 好 现在我们刚刚说 我们表里面还有一个主件 叫做ID 对吧 那么你注意 哎 在我们将过里面 这个ID呢 你不需要定义啊 它呢 会帮你呢 自动的哎 生成啊 自动生成 好 那么现在呢 哎 我们这个模型类就有了 对吧 但是呢 我们这个数据库里面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表啊 没有这个表 那么怎么让它去有这个表啊 哎 我们下面你就需要呢 根据这个模型类 让它帮你呢 生成数据库里面对应的表 那么哎 这里面生 生成数据库 模型类生成表呢 分为两部啊 第一步呢 叫做生成 迁移文件啊 生成迁移文件是干嘛的 就是把你这个类里面的这些属性 以及它的类型都拿过来 放到一个文件里面 这个文件呢 我们把它叫做迁移文件 然后有了迁移文件之后 下面呢 要执行第二步 执行迁移 生成表 哎 它呢 就是根据你的迁移文件啊 帮你生成数据库里面对应的 哎 表 你注意 注意啊 生成迁移文件之后 还没有这个表 你只有在执行迁移 之后 它才会生成数据库里面对应的 表 好 那么生成迁移文件 它的命令叫什么啊 叫做Python Manager Py直接叫做make Megarations啊 那么这个我们就要给大家看一下啊 哎 这个呢 首先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就先把这个项目先停掉 我直接Ctrl C 可以把它停掉 停掉 之后我们清一下屏幕 我们要给大家说 生成迁移文件怎么做啊 直接呢 就是Python Manager Py 还是通过Manager Py叫做make啊 make制作对吧 Megarations啊 Megarations代表迁移的意思啊 制作迁移文件 你这里面你一回车 我这个 我看一下啊 Python啊 Manager表迁移的意思啊 make Megarations make啊 小错啊 写反了是吧 Megarations啊 OK 你这边你一敲回车呢 它这里面就给你生成的迁移文件啊 它这里面会有一个提示 对吧 就在001 下午线initial.py啊 然后呢 create model book info 这个文件 它是能在哪里的啊 我们之前给大家说 应用下面的有一个目录 这个目录呢 叫做make 圣诞啊 生成的迁移文件 就放在这个 目录里面 那你点开它之后 看不看到这样一个文件 对吧 然后呢 点开这样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就是我们的迁移文件 你点开它之后呢 你会看到这里面 这里面 看到这里面 Btitle Chartfield MacLens 20对吧 BPoverData 是不是DataField啊 对吧 这个呢 就是通过我们刚刚的这个模型类来的 然后你再会看到 它的上面呢 还有一个 ID 还有一个ID啊 这个ID呢 这东西呢 是它帮你自动生成的 那你会看到它里面呢 还有一个这项 叫做primary key 这个呢 我们讲数据过应该说过对吧 它就代表这个 主件的意思啊 primary key 代表主件的意思啊 那么这个ID呢 是它帮我们自动生成的啊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迁移文件啊 之后呢 有了迁移文件之后 我们就说 我们就可以呢 执行迁移生成表 那么生成表的时候 这个ID呢 它就对应着我们 数据表的这个主件啊 数据表的主件啊 然后下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 我们要生成 执行迁移生成表 这个命名呢 叫做PythonManagerPy MegarRate啊 MegarRate呢 就是根据我们这个 迁移文件 帮我们生成数据库里面 对应的表 那么这个呢 我们执行一下啊 PythonManagerPy 直接叫做MegarRate啊 然后我直接在这里面 一回上 好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啊 前面的这些 你可以先不用管它 注定看哪句呢 直接看 这一句啊 这里面告诉你 Apply BookTest BookTest.001 Initial 对吧 看到啊 这里面应用啊 它呢 就是在执行 迁移文件 执行哪个应用里面 迁移文件的 就是我们这个 BookTest应用下面的 001 Initial 这个 迁移文件啊 那么当它 你执行完之后 现在呢 这个数据库里面的表呢 就有了 表就有了 但是啊 表就有了 这个表到底在哪呢 我们还没给大家说 我们这个 现在使用的是什么数据库 对吧 你注意啊 在你创建好一个 将购项目之后啊 将购项目的 默认它使用的数据库 你可以在这个 Setting里面看到 下面呢 有一个配置项啊 这个配置项呢 叫做 Data Bases 对吧 这里面你注意 它默认的使用的 这个数据库呢 是一个 叫做 Saculate 3的一个 数据库啊 它使用的是 Saculate数据库 那么Saculate数据库呢 跟我们之前讲的 这个MySQL 它也一样啊 也可以通过 Saculate语句进行操作 它也是一个 关系型的数据库 但是呢 它是一个 小型的数据库啊 经常呢 用在我们的 手机里面 就是移动端 它经常用在移动端 这个呢 我们只是今天 先给大家说一下啊 明天呢 我们就不再用它了啊 明天我们就使用 我们的 MySQL 那我们刚刚呢 创建的这个 表呢 就创建的这个 数据库里面 这个数据库在哪呢 现在啊 你去LS 你去看一下 这里面多了一个 文件对吧 叫DB SQLite 3 这就是这个 Saculate数据库文件 你打开它 你就可以呢 看到它里面的表 那么这个怎么打开啊 首先你需要去 安装一个软件啊 这个软件呢 叫做直接使用我们的 Sue Do APD GET啊 Install 去安装一个 Saculate啊 Saculate 安装一下这个啊 那么这个 我们讲义上面有啊 你把它安装好之后 那么你就可以呢 去打开这个文件了啊 好 我这里面 我这里面 其实我已经装好了 它怎么又安装了 好 这个你不用管它啊 这个你不用管它 我已经 我其实我已经装好了啊 你只要使用这个命令 你就可以呢把它装好 装好之后呢 你下面 你想打开这个文件 你首先你输这个 Saculate 这个man这个命令啊 直接敲这个命令 Saculate 直接 敲这个命令啊 直接去回车 它就会打开这样一个 界面啊 通过这个界面 你就可以打开 我们刚刚的那文件 这里面有一个file 然后呢 点击这里边 open 找到我们刚刚的这个文件 找到Python下面的 BJ18下面的 TestE这个项目下面 有一个这个文件 对吧 那么这个文件呢 你在这里面 你点击打开 好 它这里面 打开之后呢 它这里面有个tables 你点开这个tables啊 那么上面呢 这些有很多表 对吧 这些表呢 你先不要关注啊 这表是将冠模仁的表 你主要看哪一个呢 看这个表 看掉 book test 下游线 book info 然后呢 你点开这里面之后 哎 它这里面 有列 对吧 有三列 你点开之后 你会看到这里面 首先 这是不是ID btitle和bpupdate的 对吧 好 那么这里面 这个表呢 就是我们刚刚生成的 跟我们这个模型类对应的 对应的表啊 对应的表 那你会看到它里面 哎 它里面这个表的 哎 字段的名字啊 你注意它里面这个 表的字段的名字 哎 是不是跟我们类属性的名字 一模一样 对吧 哎 我们类属性呢 叫做btitle 那么这个表的字段的名字呢 也叫做btitle啊 哎 类属性叫bpupdate的 哎 表字段呢 也叫bpupdate的啊 同时我们会看到 一列叫做id 哎 这个一列id呢 就是我们说 刚刚呢 我们签一文件里面 自动生存的id 它呢 就作为我们这个表的一个 主件啊 表的一个主件 OK 现在呢 哎 我们这个表呢 哎 它就有了 它就有了 然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表名 对吧 看一下表名有什么特点啊 表名有什么特点 好 booktest是谁 是不是我们的应用 对吧 哎 注意啊 我们这个booktest 就是我们这个应用的名字 然后呢 它这里面 下滑线bookinfo是谁 是不是我们的类名 小写 对吧 那你注意 它这里面啊 你根据一个模型类 哎 生成它对应的表的时候 这个表的默认格式呢 就是应用名 下滑线 模型类名 小写 哎 这就是它默认的这个表明啊 默认的这个表明 OK 那么 这里面 哎 上面呢 哎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 哎 在江湖里面 你使用一个模型的时候 要干嘛啊 首先呢 你需要去设计这个模型类啊 那么模型类在哪里面设计呢 就是在我们的应用的models文件中 也就是我们这里面的 哎 models这个文件 在它里面呢 去设计这个模型类 哎 那么设计完模型类之后呢 哎 你如果想要去生成和模型类对应的表 那么下面呢 你需要呢 哎 执行两步 第一步呢 叫做生成 签引文件啊 通过这个命令 生成签引文件 签引文件呢 就是把你类里面定义的这些属性 还有呢 它的一个 属性的名字 属性啊 是什么属性 是字符上 还是日期啊 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呢 然后呢 再给它自动的生成一列ID啊 那么这里面是签引文件 签引文件之后呢 下面要生成表了 有了签引文件 你要执行签移呢 才能生成表 那么这个表呢 我们说 哎 它呢 这个里面的字段的名字呢 跟你模型类里面的类属性的名字呢 是一样的啊 并且这个表明的格式呢 也是应用名下画线模型类名 小写啊 模型类名小写啊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给大家说啊 将购默认使用的啊 它就是这个SycleLine 3的一个数据库 哎 移动端的一个数据库 哎 今天呢 我们是先给大家 哎 去看一下我们生成的表呢 确实在这个 哎 数据库里面啊 明天呢 我们就使用我们的MySQL啊 MySQL OK啊 这里面是我们给大家看到的 哎 我们生成的这样一张表 那么这个呢 哎 你呢 去看它的时候 你就可以呢 去安装一下 我刚刚说的这个软件啊 随度 APD GET啊 GET 哎 Install直接SycleLine啊 SycleLine 安装好 安装一下这个软件 安装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打开 啊 OK 那么 哎 这一部分啊 就我们给大家说 设计完模型类之后 通过模型类呢 把它生成 表啊 生成表 好 谢谢观看